各位亲爱的家人,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打开心灵的琐事时间 这堂课,后学要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道!人生导航 这是一系列的分享 同样的,刚开始的时候 邀请各位前贤跟着后学 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来做静心守旋的动作 把心叫回来,把神找回来 守住我们明师一指点,玄关窍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我们生命的开关 智慧的源头 每天建议大家可以用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 静下心来 瞬间能量充电跟上天相对接,相连接 好,请大家身体作证 腰杆打直,但是肩膀放松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放松您的肩膀 可以把小腹稍微内缩 你感觉一下,肚脊一下,稍微内缩一下 这个时候呢,肩膀就会松沉下来 好,双手抱合同 如果你已经开智慧,你知道什么是合同 这像是跟上天连接的天线一样 像一个天线一样 好,那我们伴随着音乐来做静心 好,双眼像菩萨的眼一样 稍微眯,八分闭,两分开 好,意念轻轻地想着玄关的地方 轻轻地想就好,不要用力想 念带微笑 也可以默念 无字真经 慢慢念 将我们分乱的心归于玄关一处 脚底放松 脚踝放松 膝蓋放松 膝蓋放松 肩膝蓋放松 手腕 手腕放松 手腕放松 手指头放松 肩膝蓋 Stew 免贷 回笑 接下来 什么都不要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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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把眼睛张开 双手接后学 我们一起把双手搓热 把手掌心污着眼睛 好 非常舒服 再一次 好 挫热 从头发往后梳 然后一样掌心污着我们耳朵 好 有没有感觉静下来的时候 非常舒服 放松的感觉也非常的好 搞不过有的人想要睡着了 那也很好 那代表完全放松 静心手搓热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法宝 这是让我们的灵 这是让我们的灵 跟上天相接 借助上天 �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有思维 我们有理性 有头脑 好 可是呢 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情况 我的思维 我的理性 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 可是呢 另一方面 我的欲望 或者我的怠惰 或者我的执着 却让我没有办法 遵从着理性 或者是道理 或者是良心 来走 所以我心里知道 必须要这样 可是呢 另外一个黑暗的声音 或者是另外一股莫名的力量 却把我们拉向另外一边 推向另外一边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要超越心 进入到灵 透过灵 灵界 天上先佛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 这是一个 当然 最终必须 当然最终必须 必须透过我们自助 怎么自助呢 行功利得 付出奉献 才能够消冤解念 不管是我们嘴巴 讲好话 劝人为善 引渡有缘的人 来参与我们的课程 或者是我们用我们的智慧道理 来鼓励周边的人 这个是法师 或者是我们来参与做志工 尤其道场 书院也好 有很多利益终生的事情 我们来出力 来帮忙 打扫也好 或者是来做这些劳动的工作 这个是无畏师 那么如果你行有余力 也可以奉献我们的钱财 帮助道场 书院 做利益终生的事情 这就是财师 透过财师 法师 无畏师 行功利得 可以来改变我们的命运 这个是我们大德枢纽 也一直在鼓励我们的 鼓励我们的 好 那延续几个礼拜 我们一直在谈的 从全真派 开山祖师 我们这个道家这一脉肉 我们谈了比较多 王重阳祖师 他开展全真一派 那修成正国 成仙做佛 也称为真人也好 真君也好 那杜化他的八仙 吕洞宾 吕洞宾 祖师 吕洞 吕洞 全部都是 洋的 全真 全部都是 真的 那 王主 王主 王重阳 王重阳 祖师 阳再阳 吕洞 也是 都是 阳的 那上一集 我们有谈过 如果 阳对应的是 因 那么 真 对应的是 假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我们这一节课就跟大家再继续互相来 我们一起来探讨 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说 长辈或父母都会跟孩子说 你要用心读书 你要用心工作 用心 读书是用眼睛读 用嘴巴读 可是明明我们的长辈 却跟我们说要用心 好 这是一个 一个是用心 那用哪一个心 用什么心 这也值得我们去推敲琢磨一下 再来 除了说用心 我们也常常听到 我们的长辈前辈跟我们说 诶 某某人 你要认真读书哦 你要认真工作哦 要认真做什么 要认真做什么 那这两个字 从小听到大 认真 这个线上有好多个国家的翻译人员 我讲慢一点哦 有时候文字文化上的差异 它们瞬间没有办法直接导到一个对应的字 如果你是英文 认真工作 我们说 work hard diligent hard diligent hard就是很实在的意思 很用力的意思 这个比较偏向看得到的 我很认真在工作 认真做什么 用力的在做什么事情 可是你看我们的古人 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说 要认真做事 他不是说 你要用力做事哦 你要很大力的做事 他是说你要认真做什么事 不管是读书 认真读 工作 认真做 做人 认真做人 那怎么不说认假呢 意思说 不要认假咯 不要认假为真 所以要认真 这很有趣哦 很有趣 很多传承下来的日常生活的用语 往往暗藏了妙智慧 妙智慧 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认清 什么是真 那这个工作就有意义 我们认清什么是真 读书就有动力 就有动力 这个真 如果硬要翻译 以英文来讲就比较偏向true true 那认真 那认真 真理 西方说叫true 它是绝对的真的 真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认清真理 认清真谛 那工作 就会充满快乐 做人也会充满喜悦 这很奇妙 那我们回过来 那探讨一下 什么是真 什么是真 古人说眼见为平 或者是眼见为真 可是呢 进入到网络的世代 尤其进入到元宇宙的世代 AI 人工智慧的世代 我们会发现说 难道眼睛看到的真的是真的吗 甚至摸到了就是真的吗 有一个哲学家的实验 也是科学家的实验 它是一种想象假设 那么后来的科幻电影 有把它拍出来 而进入到现在 AI机器人的时代 人工智慧的时代 似乎那些电影都 逐渐的被科学家 做出来的 发明出来的 发明出来的 这个 是这个哲学家呢 提出了一种情况 提出了一种情况 他说 你看像这个PPT里面的图片 左边这个 左边这个 我们看过电影《骇客任务》 基诺里维演的《骇客任务》 或者是如果你前一阵子 有注意新闻的话 特斯拉的马斯克 马斯克他提出 他说他要发明一个晶片 可以从人的后脑这边植入 就直接上网了 直接进入到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 那《骇客任务》 电影里面的《骇客任务》 就是这些未来的人 他躺在一个椅子上 然后后脑勺这边 小脑后面这里 就植入一个晶片 然后一条管线 连接网路 那些人 他的思维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 那空间很漂亮 而且人会飞会怎么样 可是实际上 他们生活的是一个 很破旧的战乱的世界 也机器人掌控的 然后人类生活在阴暗的世界里面 这也是一个哲学家的一个思维 然后也是一个科学上的一种假设 他说 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脑 拿出来 趁他还没死的时候 脑还没死的时候 把它放在一个营养液里面 让这个脑不会死 就像我们现在有什么 水耕蔬菜啊 他放在那个营养液的水里面 这个蔬菜就会活了 当然 这个脑跟水耕蔬菜的营养液不一样 假设我们 有这个能力 有这种营养液 可以维持这个大脑 继续活着 继续活着 那么从这个大脑连接好几个讯号 讯号来源 就像这个图片里面 那旁边好像有一台电脑 然后这个电脑的发射讯号 让这个大脑的感官的神经 包括声音 包括影像 在这个人的头脑里面成型 让他感觉到 看到像这个图片 有一个女生在划船 那对这个大脑来讲 是不是 他是看到 也听到 一个女生在划船 可是实际上 有没有一个女生在划船 没有 就是旁边一台电脑提供讯号给他而已 但他是认为 有一个女生在划船 那 这个哲学家 兼科学家 就说 那 这个大脑认为的一个女生在划船 真的存在吗 他看到的 他也看到了 因为他有讯号过来 他有看到一个女生在划船 他有听到那个声音 只是我们人是透过耳朵 然后把讯号传到脑里面 透过眼睛 把讯号 视觉的讯号传到脑里面 那现在把耳朵 眼睛 全部都没有 剩下头脑 但是讯号一样有进来 他说 那 这个到底 有没有真的一个女生在划船 当然我们从旁观第三者 我们来看 没有啊 就是一台电脑给你讯号而已 那不是真的 那不是真的 很多的电影里面 这些编剧也好 这些导演也好 他有很多的灵感 很多的灵感 那我们曾经听过一个 我们到场一个教授 张家珍教授 他去留学德国了 他说德国有做好多的灵魂学的研究 所以我们这个张教授 他除了教德文啊教一些哲学思想之外 他也研究灵魂学 他有出了一本书 灵魂的频率 灵魂的频率 他就说 其实我们所谓的灵感 灵感 那个瞬间你就想到了 那个不是想的 那是好像 从外界丢了一个讯息 直接到我们的脑里面 好像寄一封信 你收到一封信了 就这样就来了 他说那个灵感 好多是天界灵界的高灵 他说是频率很高的灵 给人的讯息 来启发人 启发人 然后也会透过电影 把它制作出来 让人能够去稍微想象一下 以后会变怎么样 所以我们真的发现 二十年前电影演的东西 到二十年后 现在好像都成真的 以前我们看到的手机 是在007电影里面 特工人员小小的 还有一个手表 这可以讲电话 现在有没有 现在完全都实现了 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我们觉得 那个叫科幻电影 但是现在真的都实现了 以前我们看到车子不用人开 也是二三十年前的电影 就已经在演了 你看现在有没有 现在越来越多了 车子不用人开 飞机不用人驾驶 所以我们这个张教授他就说 这些高灵 高层次的灵 会透过这些导演 编剧 然后给他们灵感 让他们去把它制作出来 然后让人可以提早去领悟更高层次的世界 精神世界 接下来后学就要给各位看三个很短的 都是有关于机器人的这个影片 科幻片 那请我们来思考 什么是真人 真正的人 真正的人 第一个影片 英文叫Chapi Chapi是一个机器人的名字 它描写未来的世界 机器人已经大量生产 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到大量生产的时代 但是你已经不时的在网路 新闻媒体都有看到 现在已经做出机器人 可以做好多的事情 尤其机器人的智慧一直在提升 学习能力不断的加强 那么第一部电影这个Chapi 中文把它翻译成 台湾在台湾我们把它翻译成成人世界 这个成人不是名词 是动词 成为一个人 成为一个人 那名词可能是adult 长大的人也可以 但是后学比较喜欢把它翻译成 就是become a human being 就是成为一个人 因为它是机器人 但是呢 有一个科学家 他竟然能够写出一个诚诗 然后把这个诚诗呢 灌进去机器人的软体里面 瞬间他成功了 这个机器人有了自己的思想 他能思考 他能学习 像刚出生的小孩子一样 走路拿东西 模仿 学习速度能力非常快 那这个人 这个机器人 到底是还是一部机器 还是可以成为真正的人呢 甚至非常玄妙的到剧情的最后 等一下这个预告片里面没有那一段 就是因为未来世界总是科幻片嘛 会有这些战争啊 机器跟人机器大战 结果这个就是制造它的这个科学家 中弹 即将断气之前 他发明的这个Chapi 这个机器人 就把它 这等于是他的父母 他的妈妈一样 父亲一样生了他嘛 把它带到电脑前面 然后让这个 他的发明者戴上一个头盔 可以传递他脑里所有的讯号 他就把它脑里所有的讯号 所有的资讯 所有的思想 全部把它输出 到一个电脑硬碟 输出完 这个人就死掉 就刚好在他断气之前 就他的所有的思想都输出了 所有的讯息全部都 都download下来 我们现在的话就下载 到那个电脑的主机里面 硬碟里面 瞬间这个肉体坏掉了 断气了 可是他的那个思想全部留下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思想所有的讯息 再传输到另外一个机器人 然后那个人起来之后 完全讲的话跟这个发明家 这个科学家生前完全一样 连声调都把它做得很像 很像 那那个重新有那个思想的那个人 那个机器人是原来的人吗 很有趣 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 可以触发我们一些思维 触发我们思维 去反思 也去想一下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好 来 这个机器人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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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一切都很好奇 开始学习 这是他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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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字叫Choppy 结果呢 他就陷入了 一般这个 比如说流氓的 黑道的手 那是WATCH WATCH 他人 有什么 他就在了 你的手 你 Choppy Choppy 任何你想作做 你能做 我可以做 词上词 有原本的想法 词 人们一直怕 有什么 他们不理解 有其他生意 与能力 是是当真不批igg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黑鱼? 不是 是像当你不同的 跟别人其他人 你都会有很多人 比我能想象 你会让你冷静 你冷静 你冷静 这种蜜蜜蜜 他会被削除了 他就是书 他说我是有意识的 我是有名字的 我叫Charty 意思说你不能杀了我 他有自我的意识 那这个是机器人 还是真的人 他是外表看起来全部都是机器 第二个 第二个影片 叫机器战警 机器战警有好多个版本 这是2014年的 就是机器做的警察 那他这个是 本来是一个人的警察 受伤了 几乎死掉了 可是他的脑跟肺这两个器官还活着 所以最后呢 就是科学家 把他的脑跟肺留下来 其他的头颅啦眼睛啦 然后什么跟这个手脚身体全部都是机器 那造出来的时候 这个科学家就跟他说 必须要让你面对事实 这个他还是人的意识啊 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自己 结果这个死掉 不知道有没有死掉我忘记了 就这个警察 看到他自己是全身上下都是机器 只剩下脸还有肺 他一时无法接受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这还是我吗 这还是我 我还是一个人吗 还是我是一个机器人 瞬间他是错乱的 他没办法接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也是很很有这个启发 他已经做好了 把他唤醒 哎呀 you can't run from this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 reality 你要面对现实 我要 那你就让一下 这 issue 到底是不是现实 Kim 那你自己造金 他的腿 他的肚子 手 他说 他说 怎么会这样 只剩下他的手掌 Holy Christ Holy Christ Holy Christ 他瞬间不能接受 就是这 这还是我吗 我还是一个人吗 所以 第一个 全部是机器 第二个 是剩下的脸 你可以看出来 像是人的脸 然后他的肺 这个做得很真 还会跳 然后 左手还有一个手掌 留着 其他全部都是铁 或者是 反正就是机器 可是他的思维 还是有人的思维 那么第三个 第三种情况 这个是阿诺史瓦辛格 演的魔鬼终结者 这个影片很有名 我记得是第一集 第一集他是从未来来到现在 然后他投射到地球上之后 他的全身让你看起来就是一个人 而且身材非常的好 然后跟来的时候没有穿衣服 走到一个酒店 要去跟这个 跟这个对方要他的所有全身的衣服 对方就 等于说 拿那个雪茄 直接戳他的身体 结果他一点痛都没有 我们看一下 这第三种情况 这个是从未来准备投射到 投到地球 时光机投到地球 这也是二三十年前的影片 当初看的时候非常震撼 直接就投到地球上 刚来的时候没有穿衣服 那你看他就是一个全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张满了肌肉 一路在走路上都在扫描 都在分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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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说 对 那接下来就一连串的打 这个打架了 好 好 所以 你如果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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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当一个人的内在不再是人的良知良能的时候 我们说他是良心果飞 他已经没有这个人的本质 人的真正的东西 因此 今天后学用了好几个影片 跟大家一起分享 请大家也去思考一下 如果这些机器都可以做人的事情 甚至做得比我们还好 比我们还快 那可以成为一个人吗 包括他的外表 就像刚刚的你都看不出来 他也有肉有血 也会思考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人 那真人跟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有的会被人家说是不是人 他有人的外表 他也会思考 可是我们说你根本不是人 这个问题后学觉得很有趣 那请大家下课时间想一下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真正的人 这一堂课呢 后学就跟大家一起学习到这边 祝大家发喜充满 合家平安 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